中国江苏一家幼儿园昨天校午发生爆炸 造成8死65伤的惨剧 当局初步以为这是一场煤气爆炸意外 可是经过一番仔细搜查和见证后 确认是人为引爆炸弹所致 而嫌犯也已经当场被炸死 许某某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 从某学校休学后 在案发地附近 租住打工 在其租住房内 发现留有制制爆炸装置材料 并在墙上多处留有死亡灭绝等字迹 自此公安机关宣布案件告破 中国公安除了宣布侦破案件 没有透露更多有关这名22岁许姓嫌犯的资料 因此无从得知嫌犯的犯案动机 这起爆炸案已经告一段落 但大部分伤者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回想起当时的情况 伤者依然心有余悸 我们都在等儿几孩子嘛 快放学了 都在那说话的 其实就忽然听见爆炸了 爆炸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都害怕了 等转过来了一看 人都躺在那了 虽然没有任何学生和老师遇害 但这起案件也被视为 是继今年初发生的 广西幼儿园砍人事件后 最新的一起校园血案 再一次引起中国社会 对校园安全的担忧 NTV7综合报道